原来这才是朱婷加盟天津女排的最主要原因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也宣布了中国女排队长朱婷的加盟 新赛季朱婷将代表天津女排征战排超联赛 由于朱婷的实力 国内包括她的母队河南在内的许多球队都向朱婷抛出了橄榄枝 但朱婷最后选择了加盟天津女排 当初在得知朱婷要回国参加排超联赛时 前女排世界冠军主力球员 现任天津排管中心主任的黎珊也通过短信向朱婷发去了邀请 讲明了天津女排可以成为朱婷职业生涯中可以尝试的一战的原因 也成为了朱婷加盟天津的催化剂 朱婷作为中国女排队长 为了备战女排世界杯和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放弃国外俱乐部优厚的待遇 回国参加排超联赛是值得肯定的